歡迎來到我的新房 你知不知道在Joyce一來我這間房間 我跟他講這個設定的時候 他跟我說什麼 你這麼小,我幫我看影片很棒 大家好,歡迎收看EG戴國際 來啦來啦,我們可以拍了 之前不是說過會搬Studio 但最後發現原來要整個搬是很貴的 所以唯有找其他朋友 一起去租原本的Studio 我現在身處就是我的新房間 也是Ockman之前的房間 所以這段影片就把我這間房間給你們看 因為已經完成了 由哪裡介紹起我呢? 過來過來過來 招呼吧,都是由桌子說起的 你不說張地毯先的 我只等你問 因為這張地毯是Joyce送給我的情人節禮物 有沒有行情人節會送地毯呢? 來啦 是我問他,他答,想要地毯的 是 都看了出來,十分漂亮,十分舒服 我想讓大家看看有多舒服 看到嗎?看到我的印嗎? 蛤?喂? 他真的很舒服的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手? 是沒有那些手指頭的 多謝 那我跟Joyce就會平時在這裡打電影 做一些看電影的事情 你講得這麼曖昧的 你講得這麼壞的 打電影就打電影,看電影就看電影 好了,到了這張台了 其實跟上一次的Womb Tour 沒有什麼更新 因為不夠錢買新東西 只有一點點不同而已 第一件事 就是這房間的入伙禮物 Joyce買給我的 他是一個可以幫電話充電的鐘 他經常說我沒有時間觀念 不是,我是送時間給你 我不是送一個鐘給你 不過不要緊,我送一鞋給你 我不理你,總之你有時間觀念就行了 是 稍後這條影片的尾段 就會跟大家說 我有什麼二手東西想放出來 然後就到這個位 這個櫃 這個櫃就是Ockman留給我的 這兩個櫃 我覺得很適合放在這房間 最高的那層就是買盒子 我之前說過為什麼盒子這麼重要 一定要保持,放二手很重要 然後Figure 大家看到我最愛的 就是我英海賊王的龍珠 這隻是什麼狗呢 是Ockman留在這裡 但我覺得很有趣,所以不想扔 然後這一層就是專放Joyce 以及一些紀念價值的東西 放Joyce 放一些有紀念價值的東西 這個是姑媽弄給我和Joyce的 這個就是Joyce弄給我的 Joyce在外國第一次給我的禮物 就是兩支酒,到現在還沒喝 最後大家可以看到 搞笑吧 然後這一層是純粹買假盒子的裝飾 然後這些就真的是儲物用途 都依然放在這裡 OK? OK? OKOK 吸塵機、文具等都沒什麼好拍 你在做什麼? 你是不是看到一些髒的東西? 嘩!是髒的東西 那些黑色都沒出來的,你知道嗎? 你知不知道你的腳趾和腳甲藏著多少黑色的毛嗎? 不知道 大家立刻來看看 不可以 現在是room tour嗎? 不是我的腳甲 tour嗎? 嘩!你看! 都是在你的腳甲藏出來的 Hello! 剛才吸完殘疾塵機裡面的東西來的 不要誤到觀眾好不好 然後到了角落圍 這個角落圍很奇怪 因為它的實場 是這樣套進去的 你完全不知道可以怎樣用 其實可以砌一個櫃的 但是我現在這樣設定就很明顯是不能砌一個櫃的 誒!鋪了下來 我的天啊 一鋪一鋪一鋪 不要拍著,等我弄好才拍 所以這個位置就會變成了貝奇更換Figure的位置 就是我會把一些我認為很漂亮的東西放在這裡 然後一開這盞黃光燈 我就覺得這些東西真的很有格調啊 很有格調啊 你覺得是不是? 對呀!你真的很有格調啊 你認得這麼壞的 那這次放的就是放了什麼? 就是這個海囚王惡魔果實系列 如果大家平時看我的IG 就會發現我曾經貼過第一彈 就是紫色惡魔果實學的那個Post 然後因為它出了第二彈 我上次就在一個Post上罵 為什麼可以沒有暢落的 然後第二彈就又暢落了 現在5月它就會出到第四彈 我之前看過一幅圖 它都很齊齊的 角色都很齊 但是我想儲齊它 所以我就會一直放在這裡 放到它出那麼多彈 那我就齊齊所有角色都放在這裡 我很喜歡海賊王 因為如果海賊王 你要去買這些大Figer 那個價錢很貴 那儲一下扭蛋 我覺得挺適合我的經濟狀況 以下真的要海賊惡迷才聽得明白啊 不好意思 我這個擺位都很緊貼這個漫畫的情況啊 就是露菲他們一行人就在打海多 為什麼還沒打完 然後後面的角色 我是完全不知道怎麼擺好 大家看到它這個紅色的惡魔果實皮 其實是扭蛋的殼 這次蛋殼是特意做惡魔果實的樣子 然後大家可以搭高距離放也行 就這樣分出來放也行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放得挺偏心的 明哥這樣的間角 它倒下了我也不太理會 拿美伊和大和我就放很高的 然後到這邊這個格仔櫃 以前在舊房的時候就已經有見過了 今次大家會發現它變了樣子 我覺得它最好的地方就是 你喜歡怎麼組裝都行 你喜歡打直組裝都行 那這個就是最特別的位置 那這個櫃就是阿文的充電櫃 之前阿文決定留 那這次阿文留了給我 那我就繼續好好善用 大家可以看到 但你怎麼突出來的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抽走了這兩格去安這個櫃進去 但是它突出來的 就是你整間房間突然突出一塊 但你後面又套進去 這個給你說得有點不開心 你又真的說得對 那這裡很簡單 這個箱我不知道它在哪裡買 但真的很聰明 它裡面走完線 然後這裡就不如你喜歡放什麼也行 可以這樣拿一格放也行 就是用衝鳴的 那我就先分一下線 Angela線Angela線Type C Type C 這樣就可以很快去查到很多東西了 就到了這架 就是這間餐車 買了很久了 現在才真正要使用到 你想拿東西就放在這裡 然後你做東西的時候 那你就推過去 嘩 偉大發明 一個人間房應該要有一架 然後就到了這個位置 就是房潮箱 又是放在窗邊 身家性命財產 最貴的東西 好像也是在這個位置 我遲些會拍影片跟大家說 我拍影片一直以來 到底花了多少錢在器材上 我計算的數字嚇死我 我遲些整合一下 再告訴你們 更傷心的事情發生了 就是這個衣櫃 大家有沒有發現有一點東西不同了 沒有了門幾位 透明度是不是很高呢 原因是 之前如果我想在舊房搬個衣櫃櫃 首先就要把這兩個櫃 拖開 放開螺絲 逐個櫃移出來 要這樣做你就一定要先拆開門 這樣就已經變成 你不拆開門就分不開兩個櫃 你分不開兩個櫃 你就搬不到出房 出不了房就進不了這間房 我以前也不相信那些什麼武功 那些秘吉社的什麼 欲練神功 必先自功 我這次不切門才能進來 我開始相信有些武功要切一點才能學成 我發現了一套懶人穿衣服的方法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一早就已經會這樣 我通常在外出之前 那天就會把我穿衣服勾在這裡 有多少層就勾多少件 要出門之前 真是一個偉大的發明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都會這樣 究竟你這個人是有多懶 才會連拿起衣服幾秒 都懶得去拿 方便了你明不明白 接著就到整個房間最要說的重點 就是這裡 我覺得我是很聰明的 整條影片都突顯了我的聰明 大家留言吧 如果覺得他聰明的加一 那首先就是舊的特色場圓尾移植了過來 那我首先就是把這些鐵網架勾在牆上 然後拉爆螺絲 然後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我把所有的帽子都勾起來 那這裡就有這樣的桌子 那這張桌子就可以拉出來 那時候我們跟阿文說 阿文你千萬不要拆走這張桌子 那我經常都覺得自己有特殊的用途 他用它 那特殊的用途是什麼呢 還未出現 那可能遲些會出現 我暫時有想過就是拿他們摺衣服 我覺得我來摺衣服是很好 好 最自豪的這一邊 除了沒有牆之外 袋牆也出現了 那我就把我平時出外會用的袋全部勾起來 然後就可以很清晰地知道要選哪些 鏡子這一方面 然後我就決定用這樣的夾子 夾鏡子上去 鐵網架是真的很好用 哇 很難找到鏡頭 我把電鍵都放上去 我什麼都放上去 原因是我平時會在這裡插風筒 我不想蹲在這裡插風筒 所以我就設置了它上來 那這些魔術貼帶是超好用 建議大家多買 好啦 然後你也可以拍下一點 像不像炸彈 這個就是一個5.1的聲音 那為什麼這個聲音會在這裡出現呢 好 大家可以看上去上面 之前阿文留下的攝影棚子 因為我有時我會把白色的卷子 然後呢 大家看看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桶東西 它就是Protect N2 Pro的Projector 它在這裡 放下來 可以的 那Projector就開始Project 人就坐在樹 啊 就是這樣的用途了 那5.1的喇叭在你旁邊 那你就會覺得整件事很立體 你知不知道在Joyce一來我這間房間 我跟她說這個設定的時候 你跟我說了什麼 你跟我說了什麼 這麼大問題 很棒 為什麼你可以什麼都沒想到 你跟我說這件事 因為知道你的壞東西了 不是啦 你是無緣無故這樣說 你以為睹我的頭就可以掩飾到你的想歪的心 那至於這間房間的夜燈設定會是怎樣 我會遲些在Cover片上給你們看 或者在其他影片上直接用給你們看 不特地去說 那影片到這裡 大家就看完我的房間了 到底我的賣物會拍不拍好呢 這個交給你們決定了 你們就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們想知道我想放什麼耳朵的東西的話 那全部都是我自己用過的 我自己用開的 或者自己不小心買了新的東西 不小心買了新的東西 我會給大家一段故事的 是真的很不小心 那整間房間這麼多個位置 我自己最滿意哪個位置呢 你一定會以為是AV projector 但是不是 我自己最滿意的是我自己的房間 說錯話 是我自己的桌子 那我自己覺得這個設定不算差 原用阿文以前貼在那邊的隔壁面 我就貼在這裡 那我自己覺得很工整、很簡潔 而真的有一點用的 對於這個防彈聲 好 今次的影片到這裡 那廳那邊裝修完之後 就開始會多一些綜藝的東西 在這個頻道上出現的了 因為現在這個廳還沒搞定 房間又不是夠大 就很難找朋友過來一起玩 亦都很難打到燈 設定機的東西 那盡快搞定了那個廳 那頻道就遇上進行了 希望大家可以給我多一點時間 給我多一陣一個星期的一條影片 那些東西快搞定了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記得訂閱我、分享我的影片 追蹤我的IG和Facebook 下次再見 Bye Bye